好来麻烦一件事情 就是说把这篇文章等一下 回到就是现在26文献这个地方 等一下回来 那我们先滚到最上面去 滚到最上面去 到标题 到标题去对 好这标题呢 就是说有关零的这个东西 还有它的BioMarker 就是血液中的生化指标等等的 好来那现在读论文有不同的阶段 我们现在刚才在写的就是 这个阶段要知道它的 研究目的 因为等一下你要接研究目的嘛 好那研究目的 我就用这边英文的来告诉你 那研究目的通常怎么看呢 来麻烦往下滚到 这是Ubtree 再来Introduction最后一段 这都千篇一律的 千篇一律的 这边的话你看这边 Our previous work Uutilizing industry provided data 他已经持续做这个工作 对不对 他们团队哦 然后呢现在什么什么什么 OK 那有这些资料 他的之前的文献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去查他之前工作 可能他贡献很久 好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bjective 目标 OK 那事实上这边最常用的是 M A I M M可以用 可以用名词 可以用动词 都可以 然后他有过去是 现在是 这个不同论点都OK 那我不抓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Worse 也就是说他已经做完研究了 然后呢很好玩一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我一直搞不懂现在是跟过去是 那我自己抓的事情就是说 他研究的过程当中用过去是 但是他呈现出来的结果 因为他就用现在是 因为这是很常见一般的 好来回题 目标就是这个 Use Utilize These More Accurate Estimates To Determine If Association Between 这些东西 他的目标 目标 目的在这边 就这一句 OK 所以你们发现 这个东西就是英文写作格式 中文也是 很抱歉 孔孟一路没有传这个下来 唐宋大发大家 你看我又在骂了 对不对 也没有 OK 那这一块就是说 一整个论文 这是属于 不管是回顾性论文 还是研究型论文的话 Introduction的最后一段 关键字 M AIM 但是他用objective 一样的意思 OK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这一串 也就是说 他的目标在这里 好 那回到我们的文献去 回到我们自己的文献去 好 那在这边 研究背景 可以讲 那研究目的 我觉得研究目的 在这边 这边的话是 本研究之目的 对不对 是你在这一块 所以 我当时我记得把背景跟目的 合成一块 合不合成 自己决定 我们到时候再讨论 研究目的 透过文献摄取 是不是这个意思 透过文献摄取 比较台湾 与其他国家的情况 了解 零过多摄死的情况 以及相关疾病 并预期建立相关的教育方式 减少民众摄取不必要的零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样有没有发现 那个思考逻辑就很清楚了 好 我先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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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暂停